正式访问日本的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在东京出席日中韩领导人会议 日中首脑会谈等后 5月11号至12号访问了北海道 北海道在日本的都道府县中面积最大 约占日本面积的20% 是一个被大自然环抱 一年四季都能够欣赏宏伟景色的地方 抵达北海道的李总理 与安倍总理一同出席了日中知识省展论坛 我们愿意和北海道既发展高科技的合作 也发展现代农业的合作 李总理访问北海道 重点参访制造业与农业 参观的第一站是丰田的国内基地之一 丰田汽车北海道厂区 李总理参观了箱形电动汽车e-Pallet 此车具备自动驾驶技术 预计将作为2020年东京奥运会与残奥会的多功能出行平台 为大会做贡献 以及使用氢气为燃料行驶的Milai等 搭载丰田最尖端技术的汽车 李总理在每一辆汽车前驻足 并热心地提了问题 接着李总理参观了观光农园 也过灵村 在这里 总理也品尝了使用北海道当地食材的餐食 由于2008年 以北海道为外景地的电影《非诚勿扰》 在中国热映 到访北海道的中国游客 十年间增加到约30倍 2016年一年 约有55万人到访 在观光方面 北海道富饶的大自然自不必说 品味产于当地的美味食材 也是享受方式之一 好吃 非常好吃 在很多饮食店 都备有写着中文等各种语言的菜单 因此很放心 在这边等着大家哦 大家来吧 有什么帮着您的地方 肯定会帮您的 好 在这边等您啊 谢谢 尽管是短暂的逗留 但我们让李总理 感受了北海道的制造业 与农业发展 并品尝了北海道的美味 你好 北海道知事的高橋哈勒米です 私たち北海道民は 中国の皆様方から 愛していただいている 北海道の食であるとか 観光施設であるとか そういったものをもっともっと磨き上げてまいりますので さらに中国からお客様どうぞ お越しいただきたいと思います 谢谢 感谢 感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